警方查获直接赌场 大批的远警破门而入 屋内赌客见到警方破门 吓得一哄而散 警方当场查扣4万元现金 金融警方近日接获现报 有赌客经常出没在调和街 大批远警前往查器 当场查获添酒牌和大批赌汁 不过事后却有赌客反映 现场的金额短少了9万元 怀疑是警方有人动了手脚 而警察局立即启动调查 回于案件侦查中 有一名赌客表示 于现场遗失9万元 侦查人员窒息后 立即调阅现场收证画面 还原事实真相 并随即由局长指示 由督察哥与第二分局等单位 组成专案小组 清查当日执勤人员 已遗清事实真相 经初步清查 目前尚无发现同仁 涉案事证 为汇求慎重 将以全案清查结果 报警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 秉持不掩饰不避重 不护短原则 虽然警方目前没有查出 有危机案件 但9万元的数目并不小 原本这9万元不在赌桌上 不列为赌金 不过这么大一笔钱 到底跑去哪 目前还是罗生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